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明,三时,日白天晴朗稳定,但各地下午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,各地白天高温约29至32度,早晚偏凉,西半部空品不佳为橘色提醒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天各地天气稳定,晴时多云,白天高温会比今天再高一些,西半部高温约29至32度, 东半部地区约29、30度,但早晚偏凉,各地低温约23至26度,降雨方面,明天白天西半部地区阳光露脸,东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,午后中南部山区,北部山区热队流旺盛,降雨几率提升,提醒前往活动的民众携带雨具备用,天气风险预测,下周四,5月3日,封面 冷空气起爆到,届时全台转为又湿又凉的天气,但影响时间短,周五,4日,天气逐渐回温转情 空品方面,气象局预报,明天受高压回流,风向转为偏南风,污染物由南往北传,导致西半部普遍空品不佳,金门地区为红色警示等级,北部,竹苗,中部,云嘉南,高平以及马祖地区为橘色提醒等级,宜兰区及澎湖地区为普通等级,花冬地区为良好等级。 此外,气象局也提醒,明天金门及马祖夜间,清晨容易出现局部误或低云影响能见度,若交通往返,请留一航班资讯。